以前就是你點太多了 所以現在不要點 回去被罵一頓 你知道嗎 誰叫你停的 你不好好點我正開你什麼用 我心想說你不知道我是立金嗎 你不知道我會拍桌子的嗎 我那時候把兩個節目都一下子 吃掉有沒有 那天后傳 跟一個一個時尚節目 一下吃掉的原因是 我發現我眼睛越來越看不到 看不到什麼程度 對你就很難想像 就是你要想說 Jane你眼上有跟那個睫毛 我拿起來想說在哪裡 已經這麼近了看鏡子 就拿個鏡子想說在哪裡 我看到自己臉上有跟睫毛耶 那我也發覺到 你知道那個彈花鏡節目不是來賓 都有那個銀牌嗎 那我們就為了方便 我們都會看他這樣 喔瑞珍 喔Vivi這樣子 那都是跟我們 陶芝波用的這樣 我竟然 你拜託說你再做大一點 再大 再大變new bra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像小可愛這麼大 我都還不太看得到 你就知道為什麼 怎麼這麼 我本來以為啦 本來以為說是 了不起白內障吧 了不起 對 然後也聽到很多 白內障開完就好了 所以我一直沒有把他放在心裡面 白內障開了就好了 就好了對不對 就亮了起來 人生就 你開了是吧 我兩隻眼睛都開了 對他可以跟你分享 所以我以為就這麼簡單 但是因為白內障是在 裡面叫什麼 水晶體 水晶體 但是問題我出在角膜 我角膜整片白了 但是說可能以前開刀的原因 再加上我點了一些藥水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越來越糊嘛 你就什麼藥水都敢買 五顏六色的 日本也買 到美國也買什麼都買什麼都點這樣子 我覺得自己很會照顧自己 他們後來說是因為那個東西沉澱 你沒有類似的 對 就沉澱了 造成你 你的角膜全部變白色了 我花一萬二而已 好 很少耶 真的 它是新的技術 它就是 我覺得是那個醫生 因為我看了幾家醫生嘛 那只有這家醫生跟我說 那顯然就是這家醫生他的想法 就是說 不然我們就在你的角膜上面 就是你的那個瞳孔上面 打幾發看看 把你一個白白的 很薄的打掉一點點 看有沒有可能讓你 反正你看得到就好了嘛 就打了一些這樣子 欸 接下來效果真的很好 有點實驗性 有點實驗性 我猜是實驗性的 所以到現在他還是要 一定要點藥水 要再看眼睛嗎 還是做什麼其他保養 要回診嗎 要回診 幹嘛多久回診 一個月要回診一次 然後 因為醫生又很大盤 又不講清楚 很膽 你知道嗎 就叫你這個你要點喔 那你覺得點的差不多了 就不痛了 你就會想說 以前就是你點太多了 所以千萬不要點 回去被罵一頓 你知道嗎 誰叫你停的 你不好好點 我正開你什麼用 我心裡想說你不知道我是立金嗎 哈哈哈 你不知道我會拍桌子的嗎 我現在最開心一件事情是 是我老公 有老花 我沒有 哈哈哈 我好開心 你知道嗎 以前出去的時候 他都一副這樣子 就是我就是個嫩潮 你知道嗎 我就是你都需要我 真的這樣子 現在在看菜單的時候 因為我打完了之後 拿來就是 自在小偉看得到 他都會要這樣子 我說哎喲 你不是年輕人嗎 年輕人看不到字啦 嗯 老花啦 我突然有點優越感 哈哈哈 你以為我們會拍照 我不是才會拍照 你會拍照 我不是才會拍照 你來拍照 你留念 你另外拍照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